拥抱多元世界观 独立评论 带你听见 看不见的台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独立评论 我是节目主持人廖韵章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 日本语都工大学 国际学部多文化公共圈的 研究员郑安君 他的头衔好长 我们刚刚就是在说 可不可以挑战一句话 就是讲完他的头衔 那为什么今天邀请安君呢 其实我要先从 我跟安君的第一次见面谈起 我们第一次相遇 是在这个台北车站的大厅 那几年前 他当时正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 回到台湾做研究 他的研究主题呢 是台湾的外籍看护工 那因为当时日本安倍政府 宣布即将要这个新创一个 特定技能的签证 要引进这个中阶的外籍义工 为高龄少子化的日本社会的缺工现象 去补充他的劳动力 那这被称之为是日本第一次 正式开放国门 引进外籍义工的政策大转变 安君当时就告诉我说 其实日本早就有侧门 引进这个已经有了上百万的外籍义工 可是这些义工呢 他不被称之为义工 而是以技能研修生或是留学生的名义 来到日本 那他们会一边学习一边打工 在跟安君认识没有多久之后呢 我就去了冲绳旅行 那很意外在街头就发现 有非常多的南亚面孔 他们是居酒屋的服务生 便利商店的店员 那我就很好奇地去打听 才知道说当时光是在冲绳一个地方 就有五万多名的尼泊留学生 那这些人是以留学生的身份来到这里 来到冲绳 一边学日语一边打工 那我跟他们交谈的过程 会觉得他们的这个语言能力 其实是蛮优越的 所以才可以在前台 可是大部分人的工作 其实都是做夜班 那我就很好奇这样的现象 所以就询问安君 说安君你在日本这么久了 那你对日本当地的这个外籍劳工的状态 你了解吗 所以也因为是安君的介绍 我才知道说 隐藏在这个日本社会里面的多元族群 其实是非常多样性 这跟我们常在说 日本是一个单一 这个民族国家 单一的族群社会 其实很不同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安君来跟大家分享 他所认识的日本社会 以及当中的移民工 欢迎安君 哈喽 谢谢云章 大家好 我是真安君 那前面刚刚就提到 安君在日本很多年了 你在这边 我认识你的时候 你在念博士班嘛 那可是实际上你在那里 工作生活非常久 你在日本待了多久呢 为什么会对这个 移民工的议题特别感兴趣 我在日本加起来 如果前后两次加起来 已经28年了 我第一次去了一次 然后又回来台湾 然后又去了第二次 一去就去了 27年 所以28年了 那我会对这个移民工 就是有 就是有这样的关心 是因为 本身我自己在日本 就是个外国人 是 那我在那里有工作 所以我也是个移工 也是移工 对 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呢 我在这个做这个博士的研究的时候呢 我反过来就在想 那台湾的这些移工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我自己在国外当外国人 我却不知道在台湾的外国人是怎么样的生活 是 是 对 所以前面一开始提到嘛 就是说我们 我去冲绳旅行的时候 就是意外在便利商店遇到尼泊尔店员 那交谈之后发现 哎 他们都是留学生 然后边学日语边打工 而且人很多 那为了确认 因为我就问了第一个店员 我就说 哎 你是怎么来 他就告诉我前面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跟我先说 哎 这是真的吗 就我们两个很无聊 那大家去冲绳玩 就是去水族馆 去跑海边 我们两个就一直在跑便利商店 然后也在居酒屋 就是我们好像在寻找 玩一个寻找尼泊尔人的游戏 就是我们真的跑了十几家便利商店 然后真的在居酒屋 药妆店 各式各样的地方 真的就遇到尼泊尔人 然后也跟他们做了简单的访谈 还会故意 就是一直去买东西 其实没有要需要什么 但是我一条街 我大概是遇到几家 我就进去几次 然后就买一点小东西 然后就趁机跟他们聊天 就是收集一点资讯 然后呢就发现说 他们都对自己的处境表达 很感激 就说我们可以来这里 一边念书一边工作 其实是很好的 那我当时其实 因为我看了一些 日本社会的调查报道 也知道其实日本也有很多的 这个劳动 其实劳动的状况 是蛮辛苦的 我就想说 难道这些外籍医工 在日本过得特别好吗 这怎么跟我读的书 和新闻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有了一些疑问 那我就问了安君这件事情 所以安君就给了我 一个更大的图像 安君就说 尼泊尔人的确很多 而且他们在日本是 有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所以我那时候就 跟安君邀稿 就说你要不要写一篇文章 给独立评论 然后安君就说 好好好 我可以来写 他就写了一篇标题叫做 尼泊尔留学生在日本 我是学生 我是劳工 我是住民 我也是顾客 那文章里就有提到说 根据日本的资讯 其实在你写文章的时候 是2016年 那个时候 2016年的6月底 是有196万的外国人 在日本长期的就是定居 是 那人数增长得很快 其实是尼泊尔人 是 然后呢 这几年之间 你刚刚给我的资讯 是2021年的年底 已经有超过276万人 已经快要超过80万人 就是这一年 这几年之间 这样新增了这么多人 所以你可以跟我们谈谈 这个尼泊尔 你文章里面分享 这位尼泊尔留学生的故事吗 在提尼泊尔人故事之前 我先简单讲几个 刚刚云章提到的 这个多元化的日本 那首先 常常我们都说 日本是单一民族 但是日本人也常常会这么说 但是事实上 日本并不是单一民族 我们也知道 云章去的这个冲绳呢 他原本是琉球王国 他是琉球族 那北海道呢 也有北海道的爱怒族 所以其实这个 单一民族呢 以这个学术上来讲 这是一个神话 被塑造出来的神话 对 被塑造出来的神话 对 然后此外 刚刚你讲的 就是说 日本有很多的 各式各样的移民工存在 这包括所谓的技能实习生 包括 待会我们也会分享的 日益人 尼克锦 那也有包括留学生等等 各式各样的 这个外国人的存在 那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尼泊尔的这个故事呢 我之前在这个读品写的 这篇文章呢 是介绍我认识的 一位尼泊尔的年轻人 对 那我当时在一间 私立大学工作 也是做研究员 那他是进来念硕士班的学生 那这个年轻人呢 一开始他跟大家就是 因为毕竟其他都是亚洲 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东亚 或者是东南亚的留学生伟多嘛 尤其是东亚的学生伟多嘛 所以尼泊尔你看就比较特殊一点 然后他也没有其他的朋友们 所以他会找我们聊聊天这样子 那在聊天的过程中 他就分享了他的一些独特的文化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所以就跟他聊起来 所以之后就跟他常常有交流 那这位他叫Mahes的这位年轻人呢 他其实他的日语还算OK 但是他就要写论文的话 他就用英文来写他的论文 那他毕业的时候呢 我到现在记忆深刻 他马上要利用他的英文的这个能力呢 找到一份工作 可是他工作没多久 他就把这个工作辞掉了 然后告诉我 他开了一家尼泊尔的餐厅 然后我当时非常非常的担心他 因为我想说尼泊尔餐厅 这有多少顾客 他会有多少的发展呢 但是又过了一阵子 他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 这个时候不是尼泊尔餐厅的 这是办公室 他告诉我呢 他开了一个这个所谓的人才公司 专门找以尼泊尔为主的外国人呢 到各个地方 各个工厂 各个工作场所去工作 然后他告诉我 其实尼泊尔这个餐厅 只是个契机而已 因为他一开始 他就想要开这样认才公司 来做今后的这个 他的一个生涯规划 那很有趣的就是 他其实在学校的时候 他也不是最优秀的 然后写论文也不是最好 但是他就 我就觉得 那怎么 怎么现在 就是后来看开公司的 他跟当初他的这个论文什么的 一些表现不大一样呢 然后他就告诉我 其实他一开始 他就觉得他要去开这个公司 所以他所有事情呢 都是为了做这样 一点一点的准备 所以他在留学生的时候 他就在工厂工作 食物食品加工工厂工作 然后学习各个日本的 这个工作场所的一些尝试 并且他也自己 开始调查日本的 就是说要创业 该有什么样的法律等等 那我就问他说 那OK你准备的 你一开始就准备这个了解 那你怎么那么仓促呢 一般在日本就是说 你要工作几年 有工作经验的 然后才去创业 这样子比较安稳的 你怎么这么急 就去开了这些东西呢 他们说 因为尼泊尔人增加的非常快 那现在他不赶快抢先做 别人就会做 什么事都要抢得先机 他现在做了 他就可以成为起头的人 他会有更大的发展 这是一个原因 那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对 其实我这样听起来 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他从留学生 然后就很快毕业之后 他就转成先做移工 然后之后他就开始创业 就是这个身份的转变 所以就你自己的观察 就是 不过我觉得这个例子 当然是一个特别 特别优秀的例子 对对 就是有这样子 很迅速的发展 那你自己在观察 就是在日本的这些 外籍移工的处境 跟你自己后来在台湾 做这些东南亚移工的 这个状况 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 在结构面上 或者是你看他们在 实际的处境上 我应该怎么说呢 台湾跟日本的 这个我们所谓的制度 是不一样的 那但是如果说处境的话 其实就像刚刚讲的 这个MICE 它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那一定也有失败的例子 所以如果说台湾跟日本 有什么不一样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是一样的 因为大家都是在做选择 不管你是一开始就是做义工 或是一开始是做学生 或是国际婚姻 加到一个国家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选择 那你在这个人生 你想要我们大家都追求 更好的生活的时候 那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 你选择了什么 你可能会成功 你可能会失败 或是你收手 其实所以我觉得其实处境是 其实是很类似的 那制度呢 就是刚刚这样听起来 好像日本制度是更有弹性吗 所以它才可以这么快的 迅速的这个应变 而且当它想要这样转换的时候 它马上就可以开公司 马上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 因为这个MICE到日本的时候呢 其实日本还没有正式开始 刚刚云章有分享到的 就是正式的这个移民工的引进 那但是事实上日本从1990年代开始呢 就跟台湾一样 它开始了它的所谓的移工引进政策 只是台湾开的是正门 正式引进我们说客工政策嘛 那日本开的是侧门 这差别在哪里 这差别在台湾有移工政策 就是说我就是要所谓的 比如说劳力 蓝领阶级的这个 还有分一些职业别 哪些职业是可以 就是引进这个外籍移工 就是特殊 我说在台湾的中央是这样 更进一步说台湾就有这样子 就是我就是要引进这所谓的蓝领阶级的劳工 外国人劳工 可是日本没有 日本当时没有正式的政策 那我所谓的开侧门 他没有 他说我不引进蓝领阶级的劳工 但是他却开设了这个 刚刚云章有分享的技能实习生制度 最早叫研修生制度 外国人研修生制度 后来改成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 然后他说这些是为了国际贡献 为了培养国际人才 为了跟友邦有贡献这样子 但是实际上他是在弥补 这个日本的这个劳动力不足的一个现象 所以他们常会说这个其实是 现实面与政策面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这也是一直日本被诟病的一个地方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留学生 留学生基本上他的签证 是只能做留学这个活动的 他照理讲只能念书 但是留学生可以取得到一个叫 资格外许可的一个证明 他去那个路管局取得这个证明之后 在课业期间 他一个礼拜可以打工 28个小时之内 他属下就可以再长一点 所以他虽然是留学生 他取得这个资格外许可证的时候 他可以做去打工 所以他也成了一个侧门的这个劳工引进 那此外这个后半段 我想再分享 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 日义人 日习人 是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再回来继续听安君跟我们分享 更多的日本的移工制度 欢迎回到节目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 日本语度工大学 国际学部多文化公共圈研究员 郑安君 那也是我的好朋友 那我们刚刚跟安君就是聊到 你在日本生活观察到的 以及就是你刚刚讲了一个很棒的 这个尼泊尔留学生这个的故事 这是一个翻身的很成功的生意人的故事 对那其实我也蛮好奇 就是说安君你身为旅日28年的台湾人 那你因为学术研究 所以你其实长期在接触到日本的外国人 然后你也因为这样就发现说 其实日本的国内有很多的日裔巴西人 你刚才特别说日本不是一个单一种族国家 因为它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族群 只是我们一般习惯看见 或者说日本塑造出来的形象是一个单一国族 可是日裔巴西人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族群 它在日本里面其实是蛮 应该是说蛮多人知道的 可是其实它也不是一个很主流的族群 但是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讲也许是有一点点陌生的 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为什么就是日本会有这么多的日裔巴西人 那他们的学员外貌都是日本人吗 然后他们为什么会在日本 然后日本跟巴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系 谈到这个巴西日裔人 日裔巴西人 这其实是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一段历史 那我们常说移民呢 它是有推拉理论 Push跟Pull的这个理论 那在150年前 日本呢在明治维新之后呢 它的整个社会非常的巨大转变 就有很多的失业人口 那当时日本政府呢 为了解决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社会的混乱现象呢 它想该怎么样这样这些失业人口 能找到工作的时候 刚好在日本 我们常说地球反方向的巴西呢 它需要大批的工人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个时候 本来是你也知道这个有奴隶制度嘛 要奴隶去美洲工作 可是就是市民的反对 就把这个奴隶制度给反 就是给推掉了 那OK奴隶没了 你不能叫奴隶来工作了 那叫谁来工作呢 这个时候需要的就是移工了 那巴西这个时候 它需要大批的这个移民工 所以它需要征来 那日本需要解决这个失业人口 刚好一个是推一个是拉 所以就有大批的这个日本人 他们就移民到 也不能说移民 就是到巴西去工作 那政府是日本当时的政府呢 不是现在的政府 当时所谓日本帝国的政府呢 是很大力推动的 虽然不是政府自己去做 但是它就是有在后面鼓励 那就是由于这样子呢 大批的这个日本人移民 那现在在这个巴西也有大批 大概将近200万 这个数据我还得查一下 但是就是有非常大的 这个日一的这个社群 那一百多年之后 情况反转过来了 对中南美可能社会经济不大好 当时巴西在1980年代开始 巴西就是有高度的通货膨胀 整个经济非常不好 很多失业人口 很多人可能他一夜之间财产都没了 那日本在这个时候 他刚好很缺 因为他高度经济成长 然后大家都要好工作 在所谓我们说3K的这些职场 就工厂等等 就没有人来工作 所以他们就需要移民工 那我刚刚不是有提到说 日本开侧门 在1990年 移进这个移民工 其实这个巴西日裔人呢 就是其中一个 那日本当初政府会吸引这些 巴西日裔人来工作 就想说他们是同言同种嘛 日本人嘛 会比较熟悉日本的文化 也会日本的语言 但是刚刚云章提到的 那真的进来的巴西裔人呢 都长得跟日本人一样 有完全就跟日本人 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很多 他们早就已经混血了 也完全看了就像外国人 那他们会日语吗 有些会 但是可能是会一点 有些完全不会日语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他们可以带着他们的家人来 所以呢 他们就有大批的这个儿童呢 跟着父母一起移回日本 所以这是1980年代 1990年代左右的 1990年代 90年代开始的政策 是 所以从这个时候 日本就有大批的巴西 还有秘鲁的孩子们 他跟着父母一起 他们父母是来工作的 然后他跟他们一起来 就到这个当地的 这个小学 中学等等去学习 那就出现很多各式各样的 学习的课题 然后这些孩子 甚至有在很多都在日本 出生在日本长大的孩子 那有些看了就跟日本人一模一样 讲话也跟日本人完全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他们的国籍就是外国人 那也有看了就像外国人 可是他的心却是日本人 所以这是其实是蛮挣扎的一件事情的 是是 所以日裔的这个巴西人 他们在日本社会的处境 应该会不太一样吧 因为他们算是日本人 所以他们其实跟这些 留学生或者是外籍移工的状况不同 所以他们会 真的就抑注了日本的这个劳动力 那他们后来的社会处境 有所不同吗 真的有改善吗 其实我会对这个日裔人 关注我 就是因为他们的状况 不会比其他外国人好 他们可能某一些 就像我刚刚说的 他的外表 他的日语 就是跟日本人一模一样 但是他是外国籍 那他们的 这些是年轻人 但是他们的父母 可能在日本待了二三十年 但是日语还不太会讲 因为他们在当地 在日本当地 一般都是以非正式的聘雇来工作 他们确实没有那种 就是签证的压力会比较少 比一般的这个留学生等会比较少 因为他们可以自由去找工作 但是他们还仍然是需要签证的 那此外呢 他们在就是工作 不管他们工作多久呢 他们都是不是正式雇有 所以处境并不是很好 所以他们会比一般的外国人 会更有挣扎 因为他们的 可能他们祖先就都是日本人 对 但是在日本 他们我有一个孩子这样告诉我 他说当年他的十一岁才来日本的 他在巴西的时候 人家叫他你是外国人 你是日本人 他回到日本人以后 人家说你是巴西人 你是外国人 就变成两头不到岸 有这样的感觉 对 就是很尴尬的处境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哇 这个真的是一个蛮特殊的现象 而且其实对台湾来说 可能也许有某种程度的一种既视感 因为这有点像台湾的新二代 有些东南新二代也是有这种处境 就是常会有人问他说 你是哪里人 然后说我是台湾人 可是可能就会有人说 没有啊 你妈妈是从哪里 所以你可能就是哪里 可是我在这里土生土长 就是像你刚刚讲的这个 所以其实我也觉得 对 就是你刚刚前面谈了蛮多 日本的各种不同的 国籍的移工的处境 那其实对 如果回过头来看 这跟台湾的关系 就是我蛮想问的 就是说 刚过世的这个安倍首相 他任内其实就推出了一个 这个很大的经济改革 对 然后特别是在移工政策的 这个部分 就大幅的降低了语言的门槛 然后薪资的条件 也变得非常有竞争力 那甚至 我们从台湾看到一些新闻 还说 甚至可能有机会 让这个移工可以入籍 变成了这个日本人 所以 但是从你的研究来看 你觉得日本的这样子的 移工政策的改变 它会影响台湾吗 会的 其实上它已经影响了台湾了 那确实像你说的 移工 它在这个新的特定技能 还有 最近也还会在更变 确实有机会成为移民 确实是有机会 只是这个机会 它并不被保证 是 那这样 什么样的机会 可以变成日本移民 如果他很幸运的话 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个 什么样的路径 因为我是做这个 外籍看护工的 这个研究 那我们就以外籍看护工 来做举例好了 譬如说呢 它是以外国人 技能实习制度 这照理讲 最多是只能在 在日本待五年的制度 它就得回去了 但是如果现在 他在这个看护现场 就是他以这个看护工作 在这个技能实习制度里面 到了日本以后 他在他五年之内 他考上日本叫 借户福祉室 就我们这样说 照服员的国家证照 他考过的话 他是可以转换成 日本称为借户 借户的借户 借户签证了 就是长照签证 这是一个专业工作签证 他可以转到那个签证 他转到那个签证之后呢 他工作一定 譬如说五年 或是一定的 就是条件以上呢 他可以申请永居权 永久居留权 就我们想说 像美国的绿卡一样 对所以他就有可能 而且他在换成 那个签证的时候 他就可以吸家带卷 所以他是 就是有可能成为移民的 只是你没考过 是是 对对对 这个中间还是有一些考核的 不是有些 是蛮多考核的 对对对 而且跟台湾比起来 恐怕也对 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是 事实上台湾部也是 最近推了一个新的法案 叫做 这个移工久留方案嘛 对 那事实上 他也是就是让 之前的所谓的客工 他如果有一定的技术 被承认 他可以有机会 成为移民的一个政策 所以这个政策 其实他多少 还是有被这个 日本的政策所影响的 据我们的观察来说 因为我们一般在 台湾最常听到 就是说 或者在移民工圈子 我就会听到 蛮多人会说 我要现在开始学日文 因为我们之后 有可能可以去日本 然后薪水比较高 条件相对台湾比较好 甚至我有可能 可以拿到日本国籍 然后可以吸价带卷的 去到日本 所以这个的确 我觉得对台湾 是造成了一些影响 那特别是我们现在 也是在一个 蛮缺工的状态 是 对 可是说到这个 日本的影响 其实日本同时 对台湾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有 吸引力的地方 就是说 对 不管是观光旅行啦 或者是留学 出国打工 其实都是 台湾年轻人的首选 那身为这个 资深的旅日台湾人 你可以给 我们听众一些建议吗 因为如果大家 会想要去日本工作 或者是生活一段时间的话 那你会给大家 什么样子的建议 在日本工作的台湾人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 互助团体 或者是说 大家会比较容易 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 互助团体一定是有 但是因为我居住的 那个城市呢 台湾并不是很多 那不晓得是好运 还是不好运呢 我真的就是 在日本人的当中 工作的 所以我并没有接触到 这样子的群族 那但是我一直认为 你到一个国家的时候呢 如果想要跟这个社会有连结 你是不能只是待在自己的群族里面 所以我会建议说 你尽量找各式各样的机会 去接触当地的日本人 不管这只是邻居 或是路人甲路人仪 或是店员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方式 然后 首先你要了解当地社会 就是 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交流 你去理解当地社会 但是理解了以后 并不是叫你变成日本人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 因为自己的成长历程 会有自己的特色嘛 大家每一个人个性本来就不一样 那既然比如说 我们是在台湾长大的 我们毕竟有台湾 不是说大家都一样 那每一个人有他的特色 那你如果只是逼自己变成 我就跟日本人一样 我觉得当然有些人也许他可以做得到 但是以我自己个人的话 我是觉得那样子只是在把自己消磨掉而已 就是说你要理解对方 但是你不必定要变成对方 你可以做自己 但是那怎么去做自己的时候 你是需要去融合 需要去互相容忍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常常说 台湾人怎么样怎么样 日本人怎么怎样 中国人怎么怎样 我觉得其实这都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一个一个人 不是说他是从哪国来的 所以我说做自己的意思 不是说日本人就做得比较好 哪一个人做得比较好 你去当一个人 个人去交流的话 我觉得那样是最好的一个 一个在国外生活的方式 不管他是哪一国人 对 是谢谢安君 对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好 我就说 而且因为你 你真的很有资格说这个话 就你有很长的这个 旅日经验 然后从留学生 你也是从留学生 然后开始成为移工 然后现在就是在里面居住了很久 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些观察 以及就是你从一个这样子的身份 你回过头来去看台湾的移民工 跟看日本国内移民工 我觉得你给我们 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 很不一样的一种图像 就是我们在回过头来 在看政策 或者是在看 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些改变的时候 我们可以更有觉察 然后更有意识地去看见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可能可以成为移工 而且我们自己身边 也有非常多的移民跟移工 好 今天很谢谢安君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这个对日本当地移民文化的观察 那也给了我们一些提醒 谢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可以在收听平台上 给我们五颗心留言 或是写信给我们 分享你到日本旅游工作 或生活的经验 那这集的节目就到这里 下一次更新的时间是 10月7号 那请大家要记得准时收听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谢谢安君 谢谢云章 拜拜 by bwd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